這個火水的情形 我們早安到今天主要的火水都落在台中伊伯和宜蘭 這附近的火最明顯 宜蘭這個太平山這邊差不多要落到200公里的火水 當然我們當邊這邊的火慢慢會越來越明顯 風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這個實質上這個風的情形 我們現在看我們去北部的朋友 感覺一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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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風差不多三吋到五吋 準風差不多有五吋到八吋左右 所以這個風是一吋一吋 另外我們在當邊這邊 這裡花蓮先說這邊平均風也有五吋到六吋 準風有九吋 這個紅頭鼠這邊平均風已經到九吋 準風已經到十二吋 這邊風是算最大的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北部 台南高雄這裡平均風也有三吋到五吋 準風也有五吋到八吋 這個風慢慢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來先看雷達的這個資料 來看現在風態到底在哪裡 我們注意到風態的中心 最強的風在這中心附近 這個風還不夠 最強的風還不夠 我們注意我們北部這邊 在機時一吋一吋一吋 風都一吋一吋下去 所以我們比較沒感覺 這個風態的影響 不過我們慢慢從現在 月報開始了 台東平東這邊 這個風態越來越明顯 特別是我們紅頭室這邊因為這個風態的中心慢慢會通過 我們來看這個風態的這個經報端的這個情形 我們今天災機差不多八九點的時候這個風態 他接到我們的台東附近 所以他現在翁西平這邊慢慢在走 他目前這個七級風的環圍有差不多兩百五十公里左右 所以我們宜蘭 花蓮 台東平東跟新町宜蘭都在這個風態這個環圍裡面 所以七級風的這個環圍裡面 慢慢現在看起來 他速度比較慢 差不多用西平十公里走 差不多苗仔 剛才的時候 應該會在平東的這個蠻酒和行春這附近 上路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買 也開始一直到後日 後日差不多十月初六 才起時要差不多八點 它風態的造成 臺灣就脫離這個風態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天買到後日一直到我們十月初六 才起時是風候上面的地方 它這個風態的上路之後 它這個環圍跟京都的下跌跌跌跌跌一頓 所以這個環圍也變比較小 另外我們注意 他差不多十月七號這天 早前才會離開我們的海民 該渡海上的這個境部 我們來看這個路上的情形 我們現在看今天暗時一直到明天的最大的風 風這段 主要是在花蓮 台東跟平東 這邊的這個風是越來越明顯 當然我們今天買到開始跟明天的 台南 宜蘭這邊的風開始也會出現 我們未來這五天的天氣 我們這個風態的影響一直到拜國 拜國我們差不多受到風態外面的西南風氣流影響 所以栽培會比較明顯 當然我們花蓮 台東跟平東這邊的風一樣的結束 我們這個國庭下期的期間 我們這個拜拉禮拜跟拜日 不前看起來 這水氣一樣比較多 我們拜拉開始 拜拉開始禮拜拜日這三天 這個中途的細報會比較明顯 另外是我們差不多禮拜拜日 禮拜拜這個暗時或什麼 東方向下來 所以我們土豐一百跟宜蘭華蓮這邊的風一樣比較明顯 一直跟我們國庭這天 後禮拜日宜蘭這邊的風一樣比較明顯 這是我們特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這個鐵漆來跟大家做的說明 我們主要這個鐵漆 我們火水的情形 華蓮台東 平東這邊是風最明顯的 風是我們平和綠島跟蘭嶼這邊 台東加淨宜蘭這邊的風會比較明顯 另外我們的國庭加淨這個期間 這個細報一樣是比較明顯 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在禮拜這天要注意 可能有另外一個地區它會發電出來 它對我們國庭之後的天氣可能有影響 以上是今天要跟你說起上 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的主播 我們要的確討論 我們下期四周 準備好嗎 我們下期五周 我們下期四周